你好,我最近是勞工局 然後一天大概接的紓困量大概是 紓困電話的話大概是20到30通 那通常問的問題就是最近有勞工的貸款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無一定雇主跟經理作業者的生活補貼的問題 喂,台南是紓困公司,你好 好,那目前就是有分兩塊一塊是貸款 同分一塊是有頭寶在職業工後可以申請的生活服務區 我們這個紓困專線辦公室呢 我們在5月27號的時候成立 那原本呢,我們總共大概一天大概是800多通左右的電話 那後來因為民眾對於紓困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後來一天平均都大概在1200通到1500通 那當然在最高峰的時候 我們也沉浸到一天2200多通 市長的就是體恤 我們的市民一定會有很多關於紓困方面的一些問題要詢問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就設了20條線然後來服務民眾 掌握市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歡迎收看市政三分鐘 5月中旬起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全國進入三級防疫警戒 商家勞工都面臨暫時停業停工或收入減少的情形 台南市政府推出安心就業、安心上工等措施 更成立紓困辦公室提供諮詢 另外,金發局還推出Light at紓困小幫手提供即時服務 希望在疫情艱困的時候盡可能協助市民朋友渡過難關 接下來我們來聽聽韋哲市長怎麼說吧 為了防疫大家一起再努力 那因為這個防疫措施或者是這個警戒的措施 其實就像要進去一個房間要秉住呼吸一樣 所以不管是工商業或者是各行各業 一般或者是餐飲業或是官旅業 基本上都會受到程度不一的衝擊 所以必要的紓困措施是很重要的 我們特別為了這個市的紓困 成立了紓困專案辦公室 那不僅有專人、專線來從事這個紓困的服務 而且有這個相關的措施我們還會主動出擊 那去年的紓困措施台南市辦理得相當好 我們今年雖然不願意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畢竟遇到三級防疫警戒了 所以我們已經啟動了紓困專案辦公室 來為報告不管是勞工還是工商企業界的一個服務 接下來請收看中家新聞 歡迎收看七月十九回中家台南町新聞 新聞一開始先來關心市政總之選 以外多數人會中剛才關心國中社的告知人員 以及十二回到十八回核心租疫苗的市場 要求一定要在開核進行進行完成 另外占對港尾高客會有的風神鋼廳 也要求家屬身材趕緊看保重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以外占對台南市各市和各種核心 還有老蘇疫苗煮起來的部分 要如何在開核進行來完成兩支來向市府提問 市場表示 所謂老蘇要盡量在開核進行來煮完兩支 如果煮不完的話 也必須要在開核的時候 都只有煮過一支 並在剛才開核的時候 還這麼正在這 但是十二回到十八回 核心只能夠注射BNT疫苗 必須要等到九月 帶疫苗到時候才有辦法安排 今年的疫情真的是比去年還遠近 那麼現在是時假期間 那麼這些同學還打 要打兩支嘛 一個人都要打兩支 我們是規定這些國小 國中到國中這些學生 跟這些老師 我們打算什麼時候 要來打他 他比較有辦法 在使假期間把兩支完成 跟議員報告一個老師 應該是在九月車開核進行來煮 打完兩支 是 至少打第一支 然後開學初打第二支 打第一支就有保護力 學生因為十二歲到十八歲的 只能打BNT 是 BNT的話 因為九月底才會到 所以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同學 就是九月底到了就注射 另外 以外也說到九月高特兵的部分 沒人已經做好身材的準備 他也可以趕快安排檢查 再來把港町發包出去 不然當地有很多接觸 以外煩惱後天落大火的時候 可能會中水 在這裡 上面的部分 站在行業的提供 原本設計過程 也讓有市府 要趕快處理五紅大火的時候 讓當地還做水災 台南館 我們為了這些甘月高 這樣淹水淹 整個台南館 就是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就努力 出甘月高來做分紅道 之後 再來加館 因為在過去 還沒加館的時候 幾乎每年的大火都是 周圍的年齡都是陰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另外一邊 那是已經 佛高 併做現在的野兜球 做好的一邊 不過我們現在時間這邊 就是過去我們不夠經費 所以我們用土焦浪去把它做起來 結果土焦浪是沒有用的 落後來大水沖也是一樣 炒化法 所以說這邊 我們現在看到西江家的後面 就是我們人的情節隊的苦隊 每次如果落大火 清潔到第一項項 趕快把車開走 沒有就是陰車搬起來 主總 剛剛議員也謝謝你的關心 那也在持續關心這個案子的進度 目前這個大概就在提細設審查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預計可能在10月份 接續可以來辦理 隨旅所這邊備查完之後 可以繼續來辦理這工程的發包作業 上游段的部分呢 剛才議員有提到 這個大概也爭取到隨旅所經費 有500萬的經費 來辦理相關的那個重新檢討 把上游段的一個 互換高度不足的部分 我們重新再做一些相關檢討了之後 爭取經費來辦理解散 儘管可以看到興奮的時候 在頭路上的美景 當時這大樓也去給當地的立民 跟叫做 落日大道 在我們新聞您跟劉品妍 柴鳳報導 緊接著關心表案的議員 王磊嬌 上午總結社員 將對主力叫 一天因為表案情刀 跟投票主義事項不一樣 這先抽象 沒辦法得票案件 該想審判單位 沒有在定位所需 主要會票 所以議員反了 還有這種法寶方式 供給人拿來做文獎 一般公布問的採購決標 都是新增萬公告 在哪兒再來公開照表 郵賓獎會這麼一抽象 自己下載文件來投票 而且他會役對照表的文件 跟照表的清單 注意力量 不過議員反了 最近為了水利局的表案 另外力量並沒有單純 在新標的過程 不但清單中不一樣 對處水利局長的回應 市府的表案 絕對是公平的公正到公開 如果是程序作業錯誤的話 真的是 不猜跟你們的付出 不猜跟你們的努力 那時候問題是在執行的一個程序錯誤 還是這裡面有問題 其實你們這只是在一個一線之間 也提在這邊我更要提醒 我們台南是個局處市 你們的招標這個會議 在主持的話 這是小細節 但是也要去注意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有的辦理所有的採托案 都是公平公正跟公開這個程序 再辦這個相關的採托作業 那水利局一年的招標的案件 也有上千件 那其實最近我們為了加速工程的一個進度跟品質 我們都有採最有利標方式來辦 那這個案件一年大概有上百件 那針對這個案件 必須簡單說明就是說 那因為我們在我們的投標須之第五十二條裡面 就是很明確的勾選 他這個一次才分段開標 也就是我們的資格規格跟價格 必須要分段來做一個投標作業的程序 來做審視 所以這個在投標須之第五十二條規定 就有特別強調這一點 你的招標文件上面這個清單裡面 為什麼沒有那個 這個就是招標文件裡面 清單上面有個差異 這個招標的東西 這個招標文件裡面 你所附上的這個上網的文件 這寫得很清楚啊 你為什麼要去針對這個五十二條 你為什麼要去針對這個案件補充說明的五十二條 你照理說現場的人 要去看這一張投標清單裡面的那個文件啊 這寫的議員也關心到 福納中華區的未來發展 因為大樓越蓋越多 尤其未來人口也會越來越增加 議員希望在林立的進變 和學校的進展 應該要兩者幾歲 招標文件不夠輸容 台南新聞人跟劉秉妍 蔡鳳報德 台南委員推動 主義上官說 在文和頂上官 在他作業的開兩千萬座更調 不過議員 庫立立表示 林安局的改建 卻不知道當時完成 跟上市府打算拿出溫和油準的民間投資 以及亞美改建 準備通過進行 議員建議市府看局處 串連六大相關的旁邊觀光 認識什麼都為何經營 議員庫立立的市政中這孫 修宣為正北方立宿架庫的改作計位 市府正處中用五千萬的更新經費 標示感謝 這三位方一回 任意市府開大錢 無關是高級的收穫 和樂廣場和牛牛的改建 加上最近十二隻牛牛 就花了兩千萬來做光雕 主要推動呼嚇魅力觀光樂園 不過當議員看到市府的出餐計畫 民間主題的溫和油準BOT案 議員認為 市府拚光說不應該什麼都BOT 未來的這個BOT案 也是這個利益公司會來標而已 因為他什麼都賣 我Google他這些利益國際 就一個人的公司 找不到他其他董事 也找不到他其他董事長 就一個莊先生代表 然後他什麼都賣 從食品 從油船 從什麼什麼什麼 他不讓當的人都賣 所以他來標 我也可以去開個國際公司 然後來標 因為他有船了嘛 那當然就要來標啊 那為什麼他自提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民間自提BOT案 那個規模 計畫規模 達到三億元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一條運河到目前 都還沒有相接 都沒有辦法相通的 他就要投資三億 你不覺得奇怪嗎 您認為BOT是我們得冠名單嗎 和樂廣場又要OT 為什麼要OT 和樂廣場 和樂廣場 目前主辦的單位 是在新發 不過因為我們 在整個規劃裡面 包含說旁邊的一個廣發廣場 那個是我們在用的光流浴做的一個計畫 包含旁邊的漁市場 漁市場是我們正在走 這個出餐的流程 就希望能夠把整個中西區 就如同議員所提到的 從這個海岸路、中正路 這樣的一個走帶 它可以創造另外一個觀光的亮點 那它還是必須要一步一步來 庫里里認為 市府拼觀光應該要整合國局處 不管是交通、經法、文化和觀光路有局 既然表示 民主後已經改變 第一開放的就是鼓勢 尤其文化究竟的一百十年度 總共有十三年來的鼓勢收穫 尤其近年代就能在大部分來完成 議員認為 拼觀光應該結合文化雙款和觀光路由 他認為 台南最欠缺的 是提供UK 一個休憲學院的地方 另外市府應該要拼點空間 提供UK失動的學院所在 我覺得你應該去喊點前草商 喊它是地下 因為平面的 它營運是沒問題的 是要從那個家家旅店那邊下去的那個地下 那邊到底有多少是有租 但是沒有營業的格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 比較有經濟效益的這個格位 來跟它做一個交換 我們不影響它的權利 我們把整個前草商場地下 把它打通 做一個旅客的歇腳站 只需要人去那邊整理 當人整理 給他們去國華街 或是去中間 買東西去國華街吃東西的人 有一個歇腳的地方 不要叫什麼旅客服務中心 沒有那麼偉大 我們服務什麼 人家吃什麼東西 APP上就有找得到的了 何況在我們台南 我們台南從口廟各個三圈 都有APP啊 所以根本不需要我們去教導他們 我做一個出口民調 所有來台南遊玩吃東西的人 都只有說外國要去 賺一個地方的地方 即使在交通方面 議員也固定疫情機関 起戶收取小房便利送 議員建議 如果市府可以利用小房 也才是中巴 作為UK停車便利送的交通接送 鼓勵民眾眾車廳 在路華停車場 跟一些市場心的停車問題 對處市場跟交通局長 也標示可以來輸客 帶我們新聞人跟劉品妍 蔡宏伯德 中央跟電風連手來去安平 再生追蹤 希望我們店提供 台接電電電 南科超秀營水 幾個月 改建設加上後 秀營運 台湖道理100空離億 在9年8月中旬開港以後 有個2025年完港 議員林美園19號 亞洲相關單位 交通關心 希望如期如既完成 在過去的工程 我們一直也是滿大的工程 我們一直都會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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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蠻擔心說 回田不死 不紮實 所以一段時間以後有下線 所以造成一個行的一個就是 安檢上面的顧慮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這麼重要一個工程上面 沿線所有的就是回田上面 一定要紮實 一定要落實下去做 不能說等到發生事情 再來說 再來檢討 之前我以前在開火 像我媽說有時候要壓水 現在對議員以及立長的時間建議 市府水利局也作出回應 有水去讓它的這個紮實度會好一點 一間有處理 第二個部分是這幾個路段 我們大概都有用加強的方式去處理 那第三個部分是 我們前面會一段林鋪 那如果還有狀況的話 我們也會遮沉廠商這邊 針對林鋪如果有 還有下線的部分 我們會再加強去做一個工程上的處理 在聽了水利局時間報告之後 議員林美院也昆廳水利局 上市府單位時間效率一起品質 也期待在新水利去蘭科航空 提供讓航空也才使用後 加速提升蘭科航空競爭發展 竟然去應多多窗窗競爭蘭科航空 連帶出現台南市國行經濟效益 相信也是所有市民所期待的 帶來西門張瑟維 蔡宏伯德 先謝謝大家 馬上回來 西門很中 我們會見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会撕掉 在现场在膝带也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场可能需要手拿无线电 无法去拿取它可以摆在地上非常的便利 那在记录上也非常的清晰明了 像这块管制板上它是可以记录编组的人员 进入的时间 空气瓶的气量 以及它的位置及关键资讯 这个资讯可以让我们确切地掌握入室人员的状况 虽然这是一个白帮 可是受效忽令丸安全的关键 特别在变化板前的救灾过程 其他让整个团队能够团结一条心 在现场顺其万变 那团队人员的管控非常的不易 让我们透过这个白板在入室 做个一个管控 我想这样子在混乱的一个团队 能够透过这个白板工具上 让我们这个幕僚 还有救灾的团队 在默契上能够更完整 更紧密的一个结合 为了检查另外的项目 尚久也这些选择五老以后的主体 要整些灾灾的经报器 提早整些灾灾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百分之百整些目标 因为住警器它可以第一时间 有火灾的一个状况 它第一时间就可以提醒你 所以说 请市民朋友的住家 一定要安装住警器 它能够第一时间提醒你 提醒警报火灾的一个发生 那第一时间可以让讯息 可以传递出来 那时间越早 越早发现 越早发现火灾的一个状况 我们越能够掌控 那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通报我们消防队去救灾 现在面临风神到风太旗 消防救灾的风灾尖比 对到桥井报复 也好为民众提早做好应变 共同应则安装大台南 就在安全管制盘 炸了 但新闻顾问及蔡英文不得 新闻主要看外面的关心 上次的天气变化 新闻顾问及变化 新闻顾问及变化 新闻顾问 第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